哈囉 樹林 哈囉 我的讀者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我的口紅收藏 有點不好意思講 那是破百姿了 平常是真的都會用到喔 我很容易被這種 特殊的造型給吸引 你看 美不美 它的顏色也是非常的美 這個是不是辱獲多少少女的心 這個非常特別 亮亮的寶藍色 它適合打在唇峰的地方 我好愛喔 因為我喜歡這種復古特別的包裝 它有唇膏跟唇蜜 然後顏色也是非常的美 然後這幾個都是算我最近的收藏品 如果大家要上那個口紅的時候 先用就像氣墊啊 稍微輕拍 然後把你的唇 就是唇線的部分 包圍做個打底 打底之後呢 平常呢 一定會買就是裸色系的 裸色系有分乾燥玫瑰色 或者是偏茶色 或者甚至帶點橘的裸色 我會用裸色系的 也是一樣來做底色的部分 我覺得我在選擇裸色系的時候呢 質地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有些質地的話就是 不會看起來有那種乾燥枯燥的感覺 像因為我的膚色是屬於比較健康的膚色 所以我選擇這個顏色呢 它會製造一點點就是 說是嘴唇的層次感 所以也可以就是打亮我自己的膚色 讓你有嘟嘟嘴的效果 有嗎 還有一個顏色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那就是土色系 這土色系呢 你就不要害怕 用力的給它擦下去 是不是很美啊 有時候也必須出席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 我跟妳講 紅色一定要 因為紅色我覺得講 是代表一個性感女人的風格 會給自己自信跟力量的顏色 不管妳在正式場合 或者是妳覺得 妳今天可能有一個會議啊 或者是說有一個派對 完成喔 紅塵就是女生力量的來源 我還要告訴女生 妳永遠是特別的 不要害怕挑戰 不要害怕任何顏色 妳要創造出妳獨特的魅力 I love you Bye Bye I love you